大家好 我是Alan 歡迎收看投資摘記 今星期一大市已經看到反彈的疲態 星期二就直至崩潰 今天延續下跌勢似乎直撲15300 都是大概率的事件 昨晚其實美股比較有一點複合 這段時間也是一個業績期 美股升到這個位置 大家對於業績的要求是特別高的 舉例來說 昨晚Google的業績大致上都是符合預期的 其實它的cloud收入是超預期 不過在廣告收入方面比預期差 整體而言和consensus沒有太大差別 但被人推到媽媽也不認得 似乎是現時投資者很流行在業績中跳瑕疵 所以美股最近放業績的時候 普遍的規律都見到 首先如果零售相關的普遍都一般 而科技相關就看究竟是半圖體相關 還是互聯網相關 如果互聯網相關 好像Google這類的話 似乎業績出現驚喜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但如果有半導體相關 例如這個Supermicro 這種似乎去年第四季度的業績 是有少少超越期的 NVIDIA應該都屬於這一類 所以揀選美股在這段業績期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小心 因為美股是例太波動 出現業績 其實波幅尤其是巨大 當然對於Google來說 我又不是一面倒看淡 自己的廣告收益 比預期差差 應該是比Mapta 但它在Cloud方面的收入 和其他的收入 其實是勝如期的 長遠發展來說 我認為它在Cloud收入方面 對於它的估值支撐 應該是可以更加大 和Cloud方面的收入 持續性和黏性 應該是更加高 在這個情況下 Google反而大跌 在Mac7裏 我覺得直播率是稍高的 另一方面 Apple也是跟著跌 Apple和Tesla Google 應該是Mac7裏 最近最弱的三隻 沒辦法 Tesla是時機前身比較多 Apple大家估計 今年的銷量 由於出了一款iPhone 15 銷售我相信 銷售真的一般 Vision Pro 第一批雖然訂到沒有貨 但由於批次少 所以對於它的收入 幫助應該也不太大 所以據今年 iPhone 16出之前 Apple的確是缺乏 比較大炒作的空間 所以在美股方面 近來我相信波動應該會比較大 但不至於會造成太大調整的壓力 至少比港股好很多 港股很明顯 都是眾多的負面因素前身 除了之前很多的舊市傳聞 其實沒有落實之外 另一方面大家都認清了事實 即使舊市也好 可能受惠和民企 互聯網 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要夠受惠的 可能都是國企央企 並且夠大型基本因素 沒有太多瑕疵 所以大家在這段時間 博反彈 要特別小心挑選 有些真的適宜避開 雖然同樣是國企央企 其實金融類的 盡向都是小店為妙 例如內掩內銀和券商 要選擇的話 我相信都是選擇收入穩定 派息高等類 例如電訊 其次我相信基建都可以稍微摸一摸 因為近來基建的確比較多 合併或資金注入的傳聞和憧憬 例如中交建、中鐵、中鐵等 在這類反彈市中尤其是強 而回調中調整幅度比大市為低 這類可能在反彈的情況下 稍微安全一點 其他互聯網相關的 我相信近來都不是一個 市場的焦點 一來股額比較重 外資要離開的決心 暫時相對來說比較堅決 在這情況下 人有放我有錢 無謂跟別人對賭 至於港股進入業績期 所以港股業績 雖然我們和美股不同 美股在高位 所以大家可能對於業績 會特別保守 或者特別謹慎 但是港股 雖然是一個低位 但投資者對於業績 同樣會保持警惕 而且要求是不低的 大家都知道新加密公佈了刑警之後 同樣被人懶得 阿媽都不認得 你說業績很差 的確是比預期差 因為大家都覺得去年的第四季度 應該是智能手機的復甦 公佈的出波量也稍微回升 但公佈的利潤 按年跌了50%至55% 10至12億附近 如果計算下半年 大概是6億多到7億多 6億多到7億多 其實不算是特別差 因為自己按按半年 可能都會有少少的上升 普遍估計在收入下半年回升的情況下 利潤沒有跟隨著回升 可能它的operating cost 可能是稍微高了少少 這也是市場某滿意的原因 但如果是頂興智能手機的需求 尤其是Android手機的需求 是復甦的話 我相信它今年的受惠 應該是能夠持續的 所以這一類的上游的智能手機 零部件的股份 值得留意 當然短期就無謂衝進去接 這裡 等它稍微跌定少少 或者市場稍微轉定少少 再作部轉這方面的選項 好 今年的投資集 先跟大家談到這裏 下星期一再見 拜拜